好,接下来第二小题 它这个是三引α是2x β是6x 那两个三引乘在一起呢 我们就使用这第四个 这是α是2x β是6x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呢 它转换之后变成2分之1 -1 cosinα加β α是2x 它这个β是6x 好,所以呢 我们按照底下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第二小题 这个整个呢 我们就把它转换成 就是中间这两个三引2x 三引6x相乘 转换成呢2分之-1 然后呢 乘以呢cosin8x 2x加6x变成8x 然后再减掉呢 这个cosin 这个2x-6x呢 就变成-4x 变成-4x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积分 那接下来呢 就是呢 这个2分之-1不影响积分 所以我们把它搬出去 搬出去以后呢 这个积分里面呢 就剩下这个cosin8x 那减掉呢 这个cosin-4x 根据负角公式呢 它就是cosin正式x 正式x 那么这个负角公式 我们把它写这边 就是这个 sine-4c的 它是负的sinec的 这是负角公式 那同学可以参考这个 我们教学网页高一上学期 高一下学期 三角函数那个单元 那cosin-4c呢 它就是cosin-4c 好 这个是负角公式 那所以我们这边呢 cosin-4s 它其实就是cosin-4s 就cosin-4s 好 那两项相减做积分呢 我们就把它拆成两个积分 再相减 所以这边变成cosin-8x dx 然后再减掉呢 这个cosin-4x dx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cosin的积分公式 这个cosin积分公式呢 因为它这边变数是8x 所以我们这边给它调整 乘8除8 那后面这个变数是4x 所以你这边要乘4除4 乘4除以4 那这个时候呢 你再把这个8x看作是u cosin-udu 那后面这个呢 也是cosin-udu 那因此呢 积分之后 这个2816了 我们先来做积分 等一下再把它乘进去好了 这个-1分之1超下来 1分之1超下来 那cosin-u积分就变成3u 所以这边变成3u8x 那减掉呢 这个四分之1 那这个cosin-udu 积分以后变成3u 这边就变成3u4x 3u4x 那最后呢 我们再加一个常数c 那么这个-2分之1呢 我们再把它乘进去了 所以这边就变成16分之-1 乘以呢 3u8x 乘以3u8x 那这个-2分之1乘到后面去呢 变成正的8分之1 然后3u4x 3u4x 好 最后再加一个常数c 好